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又是我阿俊 今次我要試的就是 Gundam Build Fighters 入面的創建特擊高達 這部機器就是主角伊織城在最後的戰役所使用的機體 現在我們看看這部機器有什麼部件 這部機器就是用特擊高達改出來 槍方面都是用特擊高達的槍 就可以射擊和照射 頭部方面就有選擇的頭部火神炮 到胸口就沒什麼特別,只不過沒有背包也可以充斥 到他的手,什麼都沒有 腳就有雷射軍刀 這部機器就是順忌的 背包就有這個大型雷射加龍炮 那麼久不久就會有朋友留言說 那些機器不能變形的 事實上在Gundam Beaker裡面是沒有變形系統的 看看盾子,就有雷射槍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看技能 這部機器原本沒有格鬥武器 那我就裝備了特擊高達的雷射劍給他 所以就有十字封部,我覺得十字封部是比較好用的 補槍方面我就有這個幻象射擊和幽靈射擊 爆發技,因為他自己沒有的,我就裝了爆發破壞 那Option技就有以下三種 好了,我們轉個圈看看 先看看,他的背包繞下來的時候 兩支槍就會收到腰部 變成腰炮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動作給大家看 那現在我們就出去試一試這部機器 看看出擊畫面先 首先就是頭部火神砲 彈容量是不錯,正常火神砲的容量 接著我們就試雷射軍刀 那他這把雷射軍刀我覺得不算厲害 因為扣得過 怎麼說呢 幾千至萬嶺不定 那有部份機我用過是更好用的 接著我們到大型雷射加龍炮 試試看 扣4千嶺? 就射了幾秒 如果敵人站定定一堆在那裡的話 都能過得去 但是我們的敵人通常都會走 是不會站定定給我們打的 所以大家明白了 接下來我們就用了EX技 其實EX技是儲得快 因為剛才打了一陣子 就已經4款都儲滿了 幽靈射擊 看看,拆弦 嗯? 隊長機這部好似白狼 那我就試試打一下他 畢竟對那些隊長機 就可以試到機的實力 究竟行不行 就這樣用劍斬 過得去吧 每下扣3萬左右 糟了,被彈開了 再斬過 可以配合頭部機關砲去削弱對手 咦? 打完了 那這部機就沒有什麼特別飆青的地方 都是一些普通的裝備 那如果你說要很強的裝備 很好用 這部機就不太適合大家用了 好,又有大腦機加入 那這次我試了一些未試的東西 看看他在哪裏 首先呢 就是 喂喂喂喂喂喂喂 給點時間好不好 首先我們就用他的槍仔 就這樣按就會單發射過去 那如果按實就會照射 有多長的能量條 可以滑一會兒 不過攻擊力低下 感覺上有一點 好,接著到盾武 盾武方面就是 雷射槍 只可以單發 並沒有照射 射的 那我覺得這部機用上來是非常非常之慢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大範圍攻擊的技能 有沒有什麼輔助 除非你加一些 FILTER SPARK下去 那最好用的就是他那把劍 和頭部機的軍效 那當然啦 你也可以用一下這個大連累射加龍炮 攻擊力算是不錯的 但是玩完之後就有時間 都保不完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這個遊戲的平衡我覺得真的有點問題 明明伊織城它這麼厲害 為什麼來到Gundam Beaker裡面 這部機會這麼差的呢 真的武器都不多 BOSS出來了 那我們就 陷入院場 爆發一下 爆發 嘩 超刀 找回BOSS 找回BOSS 我斬 BONG 其實我覺得這部機真的太慢了 我覺得 先掉下來 然後射 再射 吃光了 吃光了就片 再出技 我覺得唯一就是可以盡量配搭 EX技來用 如果我們的攻擊夠密集 在初期還是一部可用的機體 前提是當然你要有技能 對嗎 但是因為攻擊力低下 我們的招勇不多 其實打起來是很辛苦的 盡量用這個Option技 加我們的技能或者 本身的攻擊 去配合它怎樣可以打得最舒服 說得來 BOSS就差不多被我們打死了 我們3對1的情況之下是有絕對的優勢 選擇 完成 讓我去把BOSS拆掉 好了 終於都用完這部機 逐樣說一下究竟它有什麼好不好 首先就是它的頭 它的機關炮是一個不錯的武器 純粹要的樣子去挑選它的頭 我覺得都可以的 因為每部機體的頭都差不多 不會有十分錶青的頭出現 到胸口都說是沒有Option技的關係 它又沒有EX技 只可以沒有背包充斥 但是你玩Gundam Maker 怎麼會不安裝背包的 所以這個附加技能也是沒有用的 到對手 又是什麼都沒有 我們玩Gundam Maker 如果你拿對手回來它又沒有招數的話 要來做什麼呢 又是可以放在一邊 它的槍就算了 一支普通的雷射槍 隨便找一支都可以代替到它 我們不特地去講它的槍 盾方面 有支雷射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它就得單發 如果以攻擊力來說 我想大家如果不選黑獅子的盾 即是雷射的盾 都可能會選Gundam XX的盾 這個盾 老實說我覺得弄得不太漂亮 所以我是不建議大家用它的盾 隻腳 隻腳算吧 我都不想說 只有兩把劍 背包大好看 但是沒有這個變形系統 所以其實我們用來都是沒什麼用的 為什麼我這樣踩這部機呢 因為其實我原本對它的期望是很大的 但是就弄到這樣 完全都不好用的這部機 唉 今天這部機的試用 我們就來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試用其他機 希望不要太差 今天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好